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馬來西亞利亞蘇生局的YouTube頻道 今天我們就要為大家解答入境馬來西亞 關於MySegatura App的上級問題 Let's go 我的疫苗證書未上傳到MySegatura App 可不可以入境馬來西亞 可以呀 你也可以在MySegatura Vaccination Status那邊的幫助 按了之後再繼續填完整個方法 一樣啦 填完之後都記得要screenshot 入境馬來西亞的時候 請隨身攜帶你的證本的疫苗接種證書和保單 我可以怎樣在MySegatura App 裡面完成Travelers Card 請你在出發前七天 例如你的航班是4月30號的兩點起飛 你就要在4月23號兩點之後 開始填好你的Travelers Card 完成了所有的資料 系統將會顯示你的 Travelers Card在你的profile那邊 請你screenshot而作為備份 大家在出發前兩天 都要做好RT-PCR的核酸檢測 接收到結果之後 都一樣要上載到你的Travelers Card 以及到screenshot 我想問在哪裡可以上傳到 由醫生發出的醫療豁免證書 好 你可以選擇使用你自己的Twitter Card 封面對方的手提供 通知聯絡MySegatura Help Desk 以及提供你的性命 護照號碼 MySegatura ID 和醫療豁免證書 或者你可以將你的情況 在MySegatura Help Desk報告 我是非馬來西亞國民 但我的profile就顯示 我是馬來西亞國民 怎麼辦 你可以將你的情況 向MySegatura Help Desk 反映 你仍然都可以入境馬來西亞 我可以在哪裡獲得 馬來西亞最新的入境資訊呢 請大家留意 我們馬來西亞旅遊出盡 Facebook的字頂貼文 Instagram 和Youtube頻道 我們也將實用的連接 和相關單位的聯絡方式 提供給大家 更多關於馬來西亞入境的相見問題 請大家繼續留意我們的部分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